哇 今天太可憐了 你看 我的食物栏放在这个 院子里面 我现在搬新家了 然后呢这个院子里面呢 小小的院子里面 我在想说这个是靠门口 应该没有动物来吃 结果了 你看 我这颗食物栏被动物吃成这样子了 昨天浇水才好好的 今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看这样子了 我在想说是不是兔子啊 可是呢 我搬过来 这个是一个townhouse 好像没有什么兔子 没看到任何小动物 这个应该没有地鼠 有可能是兔子 或者松鼠 太肯了 所以有 这种食糊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把 食糊呢 这个属于是那种有点像那个 跟春食物其实一样 它跟秋食物不一样 秋食物那个梗呢 是比较硬一点 像这种食物栏呢 它那个梗呢 是比较 嫩一点的 所以呢 这些动物都很喜欢吃 一定要把它放高一点 哎呀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长长 这个是今年我回国之前开了一朵花的 这个就是我的 种植失败经验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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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